演藝界没有黑幕 演藝界没有多大问题 如果说演藝界有问题 演藝界的问题只不过跟其他领域的问题一模一样 它是权力之手过于强大的问题 是行政管理的文化审查的 意识形态的虚假观念制约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哗众取宠的说法 同时我也不大同意林桑周先生刚才的有些看法 就是好像说是范冰冰对这个时代 有一个互相生产的关系也有一定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要给范冰冰一定的消极自由 她没有一个责任 从这个范冰冰现在为止 到现在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确确的证据 说她有非法所得 我们看到的她是到现在为止 我们只知道她的收入是合法所得 崔永元本人也说过来她不是针对范冰冰 这个从那我从专业角度说一两句 范冰冰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她那个外形好形象好 这个作为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演员 她有实力有气场 就是她是能上得了大荧幕 上电影大荧幕的 比如包括像我不是潘金莲 显示出来她表演的这个变化 跨度还是挺大的 这个说句那个在这件事情当中 暴露出来的大众心里 有的民粹有的粗暴民众不大懂 演员是一种稀缺资源 她的相貌包括她的嗓音 都是有某种大众心里的密码的 她的知名度不是靠权力给的 她知名度是观众买票买出来的 这个就是美学上的直选模式 这个所以我反对 说还是这个演艺界有多少黑幕啊 有多少问题谁有多深呢 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 另外我反对把这个演艺界啊 把别的这些什么导演演员 拿出来当踢嘴羊 包括冯小刚也爆出来说 前两天这个在某部 热映的大电影 大导演导演的电影当中 原来有她的客串 爆出来被消失了 你看看他们都是弱势群体啊 关于那个崔永元那个 偷税 说他们偷税漏税问题 到现在为止 只有崔永元一个人在那儿说 我有一个税务局 从有其实他们私下里 跟我聊天说什么 哎呀他说你不知道 根本不愿意查 你们那个演艺界电影界 因为跟大头 比起来跟偷税漏税的 包括国企啊商业啊比起来 你们那点钱 什么几十万 上百万的合同 就算你上千万的合同 到那个偷税额度 到在我们这儿 反正不大愿意 到我现在这儿说这个 在我们这儿说这个